如果你去北海道啊 沒買六花亭的話 我只能跟你說 可惜了 哈囉我是兄弟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北海道的必買伴手禮 太久太久沒拍影片了 我前陣子因為工作關係 所以太忙 導致我都沒時間拍影片 我還把器材什麼都帶回髒話 但是你知道 沒辦法我真的是沒空 所以我就是隔到現在 工作告一段落之後 我才有空來拍影片 那剛好呢 我朋友上個禮拜去北海道 我跟你講北海道真是我心心念念的地方 我就拖了他買了 非常多的伴手禮回來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就繼續看下去吧 我相信大家到北海道 第一個題要帶的伴手禮 一定是這個 薯條三兄弟 就我覺得這個伴手禮啊 也不一定要在北海道買 全日本的免稅機場 或是伴手禮店 其實都買得到薯條三兄弟 所以他現在變得好像 不一定是要到北海道才可以買 就是你到日本 就一定要帶回來的一個 伴手禮之一 那現在馬上來吧 把它拆開 所以他就是這種撕開 然後裡面啊 薯條三兄弟們 就是乖乖的安置在裡面 總共只有10包 然後我記得價格 其實沒有到非常非常的親密 這樣一小包只有18公克而已 他這打開不會有什麼調味料的味道 他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自然 然後你看他前面啊 其實還有馬鈴薯的皮 就是讓你覺得 他真的是認真 從一個馬鈴薯做成的薯條 吃起來真的是非常的帥氣 就是你會一口接一口 但是他的份量其實不多 你大概吃個五六口搞不好就沒了 所以他其實不是讓你可以一直吃的零食 我覺得這個啊 其實真的不用到北海道買 就是你去日本就可以帶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是第一次去北海道的話 真的蠻建議可以買來試吃看看 如果你去北海道你沒買到這項商品 真的就是沒去過北海道 而且這項商品真的是 太好吃了 我從三年前去北海道吃到現在 我真的是心心念念 一聽到有人要去北海道 立馬就是 拜託他一定要幫我買這個回來 這個真的只有北海道買得到 其他地方都買不到 是這個 六花亭他們的零食們 我跟你講他這個包裝真的是 哦很漂亮 首先呢先跟大家介紹這一樣 草莓巧克力 然後他有黑巧克力跟白巧克力 兩種不一樣的口味 然後他裡面都包的是真實的草莓 我現在馬上來打開給大家看 他這個盒子啊超可愛 就是你吃完之後這個盒子 還可以拿來當個收納盒 就是你可以放一些有的美的小東西 重點是他的花紋什麼紋路的 就是很可愛小溫馨的感覺 然後他裡面呢是長這樣 就是他會有兩個不一樣的塑膠袋 把它裝起來 然後一個是黑巧克力 一個是白巧克力 他的大小呢其實沒有到非常的大 就是你剛好一口可以咬進去的大小就剛剛好 不管吃黑巧克力或者是你吃白巧克力 裡面都是很認真的草莓 就是你真的可以吃到真實的草莓可以 真的是沒在跟你胡爛哦 他就是你知道你一吃你就可以咬到草莓 我現在馬上來試試看看 怎麼會這麼的好吃啊 他那個草莓香氣非常的足夠 他巧克力是偏甜那種 但是配上這個草莓偏酸 讓你覺得不會到非常的甜 反而是非常剛好 而且我尤其喜歡白巧克力 真的是天作之合好不好 分一百分給一百分 接下來要介紹這一樣呢 也是我第一次吃的東西 是我朋友去六花亭買回來 因為我上次沒有買到這個 對於他來講有點 既期待又害怕受傷害 我怕我對他的期待值太高 吃他的酒糖 我每次看他包裝 不管看幾次都覺得賞心悅目 欸他這個盒子超精緻的耶 小小的薄薄的鐵盒 我覺得這很像那個 小魔鬼Doremi要變身的時候 他們要拍那個 裡面有很多那個魔法痘的概念 然後他裡面的顏色都 漂亮到你捨不得吃他 我先挑這個白色的 他真的是非常透亮的白色耶 因為我以為他是糖果 要把它含完 就牙齒輕輕一碰到那個糖果 他就碎掉 然後裡面的酒就這樣 噴出來 真的是驚為天人耶 而且重點是他的酒味 是非常清淡 非常的香的那種酒味 不像是有一些酒的巧克力 他的酒味非常的濃 這個完全不會 他完全讓你感受不到這是酒 但是你可以淡淡的感受到 有酒的香氣慢慢的浮上來 他真的是里外兼備的一樣商品 你買這一盒回去 什麼都不用說 他們一打開 他們自己驚訝連連 重點是如果他們吃進去也是 驚呼到不行 跟你講 你這個做人就成功了 如果你去北海道 不知要買什麼伴手 去六花亭挑就對 各位觀眾 重頭戲來了 接下來要來介紹這張商品 自從我去北海道回來之後 對於這個零食 對他的思念 真的是日夜競爭 坐在北海道的人很幸福 可以吃到這一款零食 接下來要來跟大家介紹的是這個 萊姆葡萄奶油夾心餅乾 絕對不要小瞧這一盒 他這個的賞味期限 非常非常的短 兩週內就要吃完 所以他其實根本就不可能到 就是日本其他城市去賣 這個在台灣的代購也非常的貴 去北海道六花亭就是少貨就對了 重點是絕對不要放過 萊姆葡萄奶油夾心餅乾 大家有感覺出來我那個喜悅的感覺嗎 他真的是太好吃了 我覺得小當家的音樂可以準備了 給大家看一下裡面 熟悉的包裝 好懷念喔 他其實就是一個手掌的大小 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 但是他就是很好吃 他這個餅乾的皮啊 非常非常的鬆軟 具有一點濕潤 會化掉那種餅乾皮 所以他其實不太能分開 他裡面的葡萄味道非常的足夠 但是不是像一般葡萄乾那種很硬 或者是葡萄味很重 強都有其他風采 他這個葡萄跟奶油的夾心 配合的非常的好 而且重點是他這個葡萄就是萊姆葡萄 就是你可以吃出他的那個萊姆的香氣 怎麼會跟奶油加進這麼的搭 加上他這個餅乾呢 是一個非常濕潤的餅乾 所以你一咬下去 幾乎不用什麼咀嚼 他就會化開 我是講認真 serious 不用咀嚼他就會化開 這沒在跟大家唬爛 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沒少個三盒不要回來好不好 分給親朋好友 他們絕對愛 愛到不行 愛上你好不好 那剩下接下來呢 我要介紹這幾樣 其實是我朋友 另外在跟他講說 如果你有看到什麼比較新奇的幫我買回來 他才幫我買回來 如果你之前有去看我東京伴手臉的影片 你一定知道我這個人對於Kid Cat 就是始終的愛 所以我這次我朋友帶回來 我之前沒有吃過的Kid Cat給我 我真的是認真的認真 發自內心的 讚嘆他 感謝他 他這次總共買了兩盒給我 而且都是超大盒那種 颶風葡萄的Kid Cat 另外一個是這個 水蜜桃的Kid Cat 因為我之前有看到機場這麼大盒 但我真的買不下去 因為我真的 不知道我要吃到民國幾百年才吃得完 打開我真的是快笑死 當我是批發商 他這裡面是一盒一盒又一盒的那一盒 完全是當批發商在進貨吞貨 好我們現在馬上來打開裡面的小盒的Kid Cat 來試吃看看 他有一個很濃很濃的葡萄味 因為那是嗨酒葡萄口味 你一打開那個味道 然後他的大小呢 就是跟我之前介紹的一樣 這個我沒有到很愛 他葡萄的香氣是很重沒錯 但是你吃下去你就覺得 什麼味道跟想像中的不一樣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你就是吃到後面你會覺得 是什麼奇奇怪怪的味道 你沒有在收集Kid Cat可以不用買好不好 接下來要來吃的是這個 白桃的Kid Cat 他這個水蜜桃味道非常的認真 就是你在喝水蜜桃吃的那種味道 感覺很好吃 他的好吃等級大概跟剛剛那個巨峰葡萄是一樣 就是味道非常好聞 但實際吃起來就是你知道 吃到後面他味道會變得非常非常的 詭異 老話一句 如果你不是在收集Kid Cat的話 其實可以不用買這個也沒關係 接下來這一樣的不是什麼零食 是一罐保養品 但因為他是從北海道來的 然後最近 因為吃了A酸我皮膚非常的乾 所以我就請我朋友從北海道幫我帶一罐回來 是這個 哈巴的絞砂 其實絞砂這個東西啊流行非常久 但是因為 其實我的皮膚其實不太適合用絞砂 所以我就一直沒有使用 直到最近我吃了A酸我就覺得 是時候可以來試用看看 所以我就拖了我朋友從北海道買絞砂回來 他這個大罐60ml的啊 在台灣買差不多要2000多塊 但是在北海道買啊 只要1200左右 便宜很多很多 果然先來擠一滴在手上試用看看 現在擠在手上的感覺呢 就是 有 還沒有什麼太明顯的感受 我先試用幾天幾週之後 如果好用我再來跟大家分享 但應該是還不錯吧 畢竟那麼多人推薦 希望後面我可以覺得他非常的好用 不要讓我失望 好那今天的北海道伴手機 就分享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按個喜歡或是訂閱我喔 然後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出過任何支影片喔 我現在有私人的Instagram跟粉絲專輯 歡迎喜歡按讚跟追蹤喔 我是兄弟 我們下次再見 掰不 我前一陣在高雄工作 所以就是要一直曬太陽 但是你知道現在高雄的太陽還是非常的大 被一個觀眾認出來 謝謝 謝謝你 謝謝你 認出我來 然後還跟我拍招 我還蠻感人的 因為我第一次 其實是我第一次碰到這種事情 所以 謝謝你 謝謝你 姐夫 謝謝你 很き尊敬